马斯克前脚签协议承诺不降价 后脚出大招变相降价 特斯拉的车卖不动了吗 特斯拉推荐购车最高奖7000元 多位高管抛售股票 是否意味着股价已经偏高 连自家人都开始抛售 投资者们该怎么办 点个订阅 我来揭秘摘要 7月以来 特斯拉在降价方面动作频频 9日 特斯拉官微公布最新引荐 购车奖励规则 对Model 3Y S X等车型推出3500元至7000元不等的奖励 7月以来 特斯拉在降价方面动作频频 9日 特斯拉官微公布最新引荐 购车奖励规则 对Model 3Y S X等车型推出3500元至7000元不等的奖励 而在此前的7月1日 特斯拉还宣布购买特斯拉Model S X可享受3.5万到4.5万优惠 特斯拉最新引荐购车奖励规则公布 最高可奖7000元 特斯拉官方微博7月7日宣布 7月7日起升级Model 3Y引荐奖励 成功引荐好友下定并提车 购车人可获得3500元引荐奖励及90天EAP免费试用权 引荐人可享7000积分奖励 可兑换超充额度 儿童学部车等 7月9日 特斯拉官微公布最新引荐购车奖励规则 引荐好友购买特斯拉Model 3Y或Model SX 购车人可分别获得3500元或7000元引荐奖励 用于抵扣车辆为款车主付购同享 同时还可获得90天增强版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免费试用权 引荐人可获得积分奖励 用于兑换超充额度等 此外 每成功推荐付购5人或20人 还可参与季度或年度特别激励抽奖 其中 年度奖池内含Model 3Y后轮驱动版车辆一年使用权等 此前 7月1日 特斯拉通过官网及社交平台宣布 全新Model S、X线车激励活动正式开启 用户购买全新Model S、X两款车型线车 即可享受3.5万至4.5万元不等的优惠福利 其中 Model S线车77.39万元起售 Model X线车86.39万元起售 多位高管频繁抛售股票套现 7月7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的文件显示 特斯拉高级副总裁朱晓彤 在7月3日减持2500股特斯拉股票 价值近70万美元 这是朱晓彤近一个月以来第二次减持 20天内以供套现约134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970万元 今年1月 特斯拉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 获晋升 担任全球管理层职位 负责管理特斯拉美国生产业务 以及北美和欧洲的销售 4月起 朱晓彤担任特斯拉汽车业务高级副总裁 被看作是特斯拉的二把手 马斯克曾于5月透露 正在寻找特斯拉CEO职位的接班人 已经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位候选人 当时有市场人士猜测 朱晓彤或是人选之一 此次减持之前 朱晓彤于6月14日减持特斯拉2500股 按当日收盘价计算 减持股票价值约64万美元 除了朱晓彤 特斯拉另外两位高管最近三个月也在频繁抛售股票 而此前三年并未出现过类似情况 SEC公告显示 扎克科克霍恩近三个月来出售了三次股票 累计减持11251股 估价约247.2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1788.4万元 安德鲁巴格里诺累计减持31500股 估价高达625.3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4523.9万元 而在2022年 CEO马斯克也曾频繁减持套现 致力于收购推特 市场担忧 马斯克事业重心不在特斯拉公司经营上 导致特斯拉股价在一路走低 到2023年初 股价最低低至101.8亿美元每股 但特斯拉在业绩层面 仍然保持了全球电动汽车龙头的位置 财报显示 2022全年 特斯拉总收入达到815亿美元 同比增长51% 净利润达到126亿美元 同比增加128% 2022年 特斯拉全球总交付量131万辆 相比2021年增长40% 生产137万辆 同比增长约47% 2023年第二季度 特斯拉共生产479700辆电动车 同比增长约86% 交付4661140辆电动车 同比增长约83% 交付数据超出市场预期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中表示 2022年对特斯拉来说 在各个层面上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今年以来 特斯拉股价一路狂飙 截至美国时间7月7日收盘 特斯拉总市值为869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6.28万亿元 今年以来股价涨超120% 不少投资人因压重特斯拉而赚得盆满钵满 凯倩伍德的方舟投资管理公司 在6月30日又抛售了72183股特斯拉股票 价值约1890万美元 伍德的公司近期累计已抛售特斯拉股票 于63万股 套现于16亿美元 而马斯克的身家也随着特斯拉股价上涨而暴增 截至2022年末 马斯克持有特斯拉14.84%的股权 按7月6日特斯拉收盘价计算 马斯克半年身家暴涨超790亿美元 巴克莱分析师Dan Levy表示 特斯拉的短期基本面最多保持不变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预期进行修正 将特斯拉股票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有 并将目标股价从每股260美元下调至220美元 看完报道之后 你是否觉得下半年特斯拉还会不会再刷新高 难道真的与300美元无缘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图形 是否能够找到更好上涨理由 从今天最新的走势来看 股价继续强势调整 收盘价目前已经跌破了前高275的重要支撑 当然目前还没收盘 所以结果只是盘中结果 收盘也可能受于275以上 或跌破此位 跌破此位就容易回补缺口 纳指也顺势下跌了 根据上周的表现还是强于指数的 本周优点与纳指100同步的迹象 所以接下来也容易回补缺口 从60分钟图来看 已经收出第四个阴柱 如果这个阴柱在走完之后 还是阴柱那意味着下降趋势打开 若指出三阴就只跌其涨 说明多方还在互盘不用怕 想要了解更多特斯拉的分析 请把下面的内容也看完哦 好讲完了啊 然后我们在面临特斯拉的时候 估计大多数都有这个股票 对吧 特斯拉他现在出一消息说 重启车主推荐奖励计划 对吧 而这个计划会让特斯拉的 这个销售量大增吗 对不对 过去曾经用过这招 这不是新招 对不对 然后面临着华尔街一众大头投行 下调特斯拉的评级 那你又该做何决策呢 是该卖出还是该买入呢 你同样看什么呀 看技术分析 看市场 听市场的 这条线也不是今天画出来的 到这儿他就受影响 可能吗就震荡了 为什么到这儿就震荡了 为什么到这儿不震荡 对吧 他都是有原因的 而这些原因 你们不学技术分析 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好 我们再看 他实际上 你看他这不也创新高了吗 创新高 因为你发现他贝利王 他也创新低了 他也没创新高 顶贝利已经出现了 是吧 出现以后呢 好在就是说 他比指数啊 还强一些 比其他股票强一些 但是没跌 没跌 他不代表他不跌吗 你知道他未来跌 还是不跌啊 不知道 但是顶部贝利已经出现了 你应该要小心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 这个缺口 如果是不补的话 还好 补上了 那就容易下来吗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 最终是要听市场的 听谁的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请不吝点赞